《名報》《國幸片東亞美學者聯署追責》 2015年7月12日專題A042戰日軍強徵慧安府的受害者不止限於韓國 美國康涅迪格大學歷史系教授道登今年兩度發起學術界聯署 敦促日本正視慧安府歷史,他向本部表示 不應將慧安府問題看成只是日韓之間的爭議 雖然韓國及中國受害婦女人數最多 但它們只是日本帝國當年大規模侵犯婦女的其中一批受害者 若指罪招韓國慧安府,那就忽視了當年罪行的真正規模 《名報》記者日本政府去年11月接觸美國教科書出版商 子書中兩段有關慧安府的描述有5,要求刪除 道登Alexis Dutton於是發起聯署,獲19名學者響應 今年3月聯署公開信反對安培政府為淡化而戰入 軍強精為安府罪行而向日本及海外出版商與歷史學家施壓 安培院會在4月訪尾前,道登在發起支持日本歷史學家的聯署 或包括哈佛榮優教授弗高爾、入光超等東亞及日本研究權威等187名歷史學者響應 敦促日本把握而戰結束七十年的機遇,以實際行動正是殖民統治與戰事侵略 印尼白人府亦受害和軍事法庭確認道登指出,慧安府不止是日韓或中日爭端 當年懷有來自菲律賓、印尼及荷蘭的婦女遭有論,是一中大規模戰爭罪行 根據國家檔案、法庭文件及生還者證言,日本當年設置的慧安所遍佈中朝及東南亞多地 建圖、荷蘭軍事法庭後確認日本在印尼威逼35名荷蘭婦女做慧安府 這段歷史的細節多德白人婦女老夫奧哈欣恩·羅佛蘭韓,一千九百九十年代挺身作證 才為世人所知,道登說,奧哈欣十分清楚,他自己是白人有受過良好教育 人們會特別注意他,他的出現也令慧安府問題不能再被貶低成亞洲人之間的事 他也明白,種族偏見令他的經歷格外受注目,因此他總不亡強調 他的恐怖經歷時所有受害者同樣經歷的 奧哈欣隱藏秘密五十年之久,才在回憶六五十年的沉默 印尼為安府,五十 years of silence, comfort women of Indonesia 中道出輪為聖奴的慘痛經歷 他生於一個荷蘭殖民印尼的父母家庭,一心想當修女 但日軍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入侵改變其命運 十九歲時被宋志戰夫收容所,二十一歲時被日軍拉去當慧安府 凌辱了三個月,居任荷蘭女二十一歲被老強姦扭打三月 這段經歷令奧哈欣留下縱身陰影 他只告訴了三個人,分別是母親,一名神父及丈夫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日軍投降後 他向一名荷蘭神父透露自己的經歷 青凝想當修女,但對方說 我認為你最好不要當修女 他大受打擊,質問自己是否不配再擁抱宗教生活 幸運的是,他沒多久遇上不嫌棄他的英兵老夫 兩人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結婚 他婚後小產三次裁彈下兩名女兒 後來舉家移民澳洲 奧哈欣一直受這段經歷折磨 甚至連鮮花也受不了 因為那勾起妓院開幕夜的痛苦回憶 1991年他在電視上看到韓國慧安府向日本土公道 受到鼓舞,決定把埋藏了近半個世紀的秘密告訴女兒 他坦然這是一生最難作出的決定 一個母親如何告訴女兒和孫兒 他二戰時有三個月每天都被日軍強姦及口打 寫下經歷目睹兩女哭了幾星期他決定把經歷寫下來 讓女兒正正看 1992年9月一個早上 他趁右女卡羅爾準備前往機場前 將筆記簿放入手提行李 航謀如核核 C.卡羅爾在飛機上看了母親的經歷崩潰痛哭 奧哈欣月日讓長女閱讀另一本筆記 兩名女兒哭了幾個星期 卡羅爾抱怨母親為何不早點告訴他們 奧哈欣後來表示 狠感激家人的支持 1992年12月 奧哈欣在女兒與女婿陪同夏府東京出席民間組織舉辦的聽證會 除在聽證會上講述經歷外 他還接受電視節目訪問 不少日本人向他致歉 希望為過去作補償 他當時稱以原諒日本人 但永不忘記那段歷史 他積極跟其他受害者一起向日本政府討回公道 安倍晉三2007年青毛證據顯示為安府是被迫時 太遠赴美國眾議院作證 敦促日本正式度欺及賠償 去年2月 年隔91歲的他在施康培試圖否定歷史 有那麼多正人站出來發聲 不承認簡直是喊人聽聞 本部曾聯絡契哈欣的女兒卡羅兒 但對方稱母親年紀老邁 不宜受訪 慰安府爭議 Q&A慰安府等歷史問題至今爭議不斷 當中涉及什麼關鍵問題 本部邀請尊嚴日韓關係史的美國學者道登逐一解答 問為什麼慰安府問題到1990年代才野關注 但很多被日本侵略的國家戰後都有獨裁政權統治 受害人難以挺身而出 1990年代日韓社會都變得開放 可以自由討論二戰問題 日本天皇與人勢世後 1990年代歷史學家可以出版著作探討戰爭責任 同一時期韓國經歷民主化、社會戰關注女權和人權等問題 慰安府開始獲關注 問日本已先後再何夜講話與川山講話中對戰時強徵 慰安府及侵略行為作反省道歉 為何韓國及中國仍然敦促日本道歉 答日本政府的確在以上談話對戰爭道歉 但不幸每次都有一些政客或社會名人的個人言行動搖 這寫談話的可信性 這令國際社會甚至日本國內極難弄稱日本政府真正的立場 以慰安府為例 安倍政府不斷動搖河野談話的可信性 例如對其展開調查等 另外,可惰談話提及以歷史教育避免重度覆轍 但我們卻看得日本不少教科書否認慰安府這一史實 問安倍政府常稱沒有證據明確證明日本政府及軍方強證慰安府 這是什麼一回事? 答案倍早在2006年再強制聖上玩文字遊戲 試圖將強制僅限於武力強制 但戰後軍事法庭文件已證明日軍有以武力老酒婦女作慰安府的個案 此外,武力強制與以其他手段強制並無分別 根據日本戰前刑法、以控騙等手法令當事人違反自身意願 以構成強制 因此,就算很多女孩是被騙當慰安府 在日本戰前或戰後都屬非法 慰安府這個制度是日本軍方設立的 就算此事中間人控騙或綁架女孩 最終責任仍然是日本政府及軍方 問有多少受害人,有足夠證據證明嗎? 答日本官方不會詳細記錄 但我們能找到足夠的官方文件證明 至於慰安府證言,他們已年紀老邁 記憶當然有誤 對於有多少受害人,我們雖然難以證明 但受害人多假並不改變強徵慰安府嚴重侵犯人權的事實 問日本政府1995年成立亞洲婦女和平國民基金 已賠償慰安府受害人,為何韓國拒絕接手? 答過中關鍵事道義責任與法律責任的分別 日本當時只承認了道義責任,但從未承認法律責任 亞洲婦女和平國民基金由日本民間無捐 受害人根本不知道這舉動能否代表日本政府 問要求日本負起法律責任有何重要意義? 答在慰安府這種重大侵害人權的事件中 國家負起全面法律責任才可令受害人全面恢復尊嚴 日軍戰時強徵慰安府是國家暴力的最高體現 日本以國家政策對慰安府受害人作賠償 承擔起對受害者的法律責任才是促進全面和解的關鍵 若指罪韓國慰安府,那就忽時了當年 日軍、罪行的真正規模 美國康涅迪格大學歷史系教授道登 執行